音乐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一个 可能我是以唱歌出来出道 所以每个人自然就把音乐就放在我的店里 偶然是我第一次写的中文歌 当时候是宋导演说剧本里面就有这首诗 他就叫我说你把这首歌这首诗谱成一首曲 就这么简单 我当时还是很怕说怎么怎么可以呢 只有几句的东西我怎么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想放在黑夜的开箱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夜晚最好你忘掉 在这家会是福房的光亮 我觉得当初我加入电影的时候 是觉得它很好玩 但是后来发现完全都不是 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因为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teamwork 我不可能再回头去演这样一部电影 这一句不回头的东西 特别对我有敬念的加持 我觉得它跟你有点相同 人很开朗 它很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它 不过我总觉得你能给我更大的鼓励和帮助 不早了我们该回去 那么你再考虑考虑 明天给我回应好不好 不明天我要去罗亚学校 那后天呢 好后天 听说你得了金马奖 我很高兴 当时是很高兴 我说一定是那个最佳主题曲 但是记者告诉我的时候 好像你得了影后 我说不太可能 但是我不敢告诉别人 包括我的家人 我怕给人家骗我 当时我记得 当晚我约了温南无辅去打保龄球 阿伦就问我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 好像一直在微笑 我告诉你 我好像得了金马奖 我说金马奖 迎后耶 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 惊人的崛起 新背景的开拓 是这次金马奖的特色 金马奖一直是放在我家里的书房里面的 有一天中国的雨拳乐队来到我家 他们就看到金马奖 他就问我 秋夏姐你可以打开柜 让我拿出来给我摸一下吗 他真的是摸在手上 真的是亲吻 我觉得真的是 我能得到的这个奖 放在我的家里 我觉得是我一生人的 荣誉吧 可以这样讲 想对金马奖讲的话 我看只有谢谢 没有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完 这期天 有一个温暖要的